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网上直线飙升的这个是不容小区 而且接下去的死亡人数增加 是让全球的人都睁大眼睛在看 就是很担心台湾现在疫情的飙升 那我们陈时中面对这样的状况 还老行在告诉大家说 你放心我们会趋吉避凶 陈时中可能搞不清楚 他没有想清楚 这个疫情的严重性到现在 全世界都在退烧 只有台湾现在确诊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个统计 5月14号全球的单日确诊人数 全台湾居 台湾是居全球之冠 是5.8万人 6.8万人 接下去才是什么新加坡 葡萄牙 澳洲日本 那这疫情爆发了以后 其实每一个国家或是地区 都会有差不多相同的 这个疫情的这个变换转折 包括你确诊 然后你的这个重症 还有死亡的确诊病案 那这些重症死亡确诊 都要看你的国家的这个防疫机关 防疫的组织的人 到底处理的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的邻近国家 新加坡跟这个香港 新加坡它是在2月1号到3月底 两个月的这个高峰期 死亡率是0.5% 那这个香港是0.7% 是0.7%